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张恒 在每天视频每天我们带大家一块来相亲 你没听错 带大家来相亲 也许各位以为我是做留学的 也许各位以为我是在留学领域方面 非常有见解的一个大光头 但是其实呢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隐藏了我自己一个非常专业 和非常非常擅长的一件事情 就我们本职工作 我是一个相亲的大师 相亲的专家 这么多年来呢 我只干了一件事 就是带着留学生呢 一块跟大学相个亲 有些人说这东西相亲跟留学 这挨着边了吗 这个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在我看来 大学的申请和相亲 这是一码事啊 这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有些人说不对啊 大学是正学去了 相亲是谈恋爱去了 这能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前两天啊 我在社交媒体上看了一个上海女生的相亲的标准 哎呦我的天 吓了我这一条 吓了我这一条 我一个根儿正苗红的北京人 被这个上海女生的这个相亲标准 我都瑟瑟发抖 我觉得我就不用说 我都觉得我达不到 我看到这标准以后 我就可以负责任跟大家说一说一句 我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I'm such a loser 我是一个太 我是一个太大的失败者了 但是没关系 对吧 我呢 反正我就想说的 我的专业就是给大家相亲 我们一块来带着大家呢 来给大家相得亲 今天看看我们留学跟相亲 为什么就是一码事呢 好吧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你看这个女生的相亲标准 我在那边打开了 我给大家看看 看大家看我总结的对不对 她第一个条件呢 她的相亲标准是上海人 身份证310开头 我不知道上海人310开头什么意思 是上海的本地人吗 还是怎么着 因为我是北京人 我是10开头 那可能上海人是310开头吧 也许吧 我也不知道 她是上海人 她可能指的是本地人意思 大家想想 这个女生要求上海人 身份证310开头 依我来看呀 这个跟大学录取大家 就这个admission 录取大家的时候 要求的什么是一样的 high school GPA 高中的成绩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是北京人 我生下的是110开头的身份证 那可能上海人生下的是310开头身份证 我不知道上海人310应该是本地人吧 因为她这个整个相机标准里面多次提到了310这回事 但是这个事能不能外地人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比如说落户到北京落户到上海 可以吧 只要努力 你能取得一个很好成绩 能取得这个户口吧 high school GPA高中成绩 三年 而且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你在北京拿到北京户口 一天就能拿到吗 一个月就能拿到吗 一年就能拿到吗 上海同样道理 你且拿不着呢 你在一个过程中不断的展现自己 你不能每一步都做错了 我听说上海还是什么积分 还是什么北京的积分 我不清楚 我也不需要关心哪些积分不积分的事 但你是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拿了一个这边 拿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你敢走错一步吗 你不敢 你走错一步可以啊 你这边低一点 别人积分就比你高了呀 所以是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个在大学录取里面 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说的是本科的录取 这边 你看看你们的相亲标准怎么样 第一点 GPA 是最重要的 第二点呢 他说的是 父母身份证310开头 有退休金 每月加起来不低于一万块钱人民币 父母310 我的天 现在相亲已经涉及到父母那一辈了 父母310开头 有退休金 每月加起来不低于一万元 以我来看哈 这个东西在大学的本科的申请过程中啊 叫什么 叫做recommendation letters 推荐信 你谁认识你 你父母有什么关系 很多年前中国不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吗 十几年前了可能是 我爸是李刚 你什么关系 你认识谁 你爸是谁 谁生的你 谁推荐你 你是谁儿子 你是谁闺女 是不是recommendation letter 推荐信 当然了这个推荐信 大学申请过程中 可能是教授写的 可能是什么知名人士给你写的 但至少是who you know啊 你知道谁啊 recommendation letter 看到没有 第一项 上海人身份证310开头 高中成绩 对吧 你得先成为上海人 你可以移民进去 对吧 你可以移民到成为上海人 你也可以就本地上海人 对吧 就你本身 你本身高中上的好 或者移民进去一个高中 你这边拿的高 第二点就是推荐信 你父母是谁 对吧 每个月月薪加 每个月退休金不低于1万元 什么意思 你的推荐信 牛逼不牛逼 谁给你写的 你退休金5000的退休金 一个月能跟退休金1万一样吗 谁给你写的recommendation 推荐信 对不对 第三点 你看这离谱 第三点 全日制985本科以及以上学历 要的是什么 全日制985本科以及以上学历 这个在大学过程中 要的是什么申请 SAT和ACT的成绩 我说的很准确 是SAT和ACT的成绩 我可没说SAT subject 那是后面的话题 就是学科类的 我说的是SAT和ACT的标化的成绩 叫standardized test score 标准化的成绩 你知道吗 你到底考的怎么样 你什么学历 你SAT和ACT成绩怎么样 这个是一次性 或者是你就是考一次试嘛 但你可以考多次 但是意思就是 一个毕竟一个相对较小的阶段 时间段 那当然他没有 high school的GPM那么 有说服力 因为high school的GPM是你持续性的一个学习的能力的表现 但依旧非常重要 这是第三重要的 我站在重要等级排下来了 SAT和ACT的成绩 你这个你想你相亲过程中你是985毕业的 985是怎么样 通过自己努力考上去的呀 这是自己可控范围内的呀 自己努力考上去的 SAT和ACT是不是你自己可控的 可控的空间 是吧 对吧 是你可控的空间 对吧 第四点 你看这女生说的啊 我答不到啊 第四点 帅气 鼻梁挺拔 你们看过我这个鼻梁挺拔不挺拔 保持整体洁白 我还算白吧 是吧 我还算白 不秃头 这不是我写的 这是他写的 不秃头 一见扎心 杀人出心 不秃头 视力优秀 视力我倒是还可以 不戴眼镜 墨镜算吗 反正我是不戴眼镜 皮肤不黑 这些等等的外在条件 其实在申请美国大学你们要的是什么 其实他是比如说AP的exam 比如大家上那些AP的课程 对不对 有些人上IB人上AP 对吧 SAT的subject test SAT的一些学科类的考试 比如这里面就是什么 Biology History French 或者是whatever 就是生物学啊 历史啊 就一些外在的 附加条件有最好 你也不能说真是一个女生拿的所有条件 说一项一项的都要满都要达到满分吧 那人物完人不可能达到那样全 全部所有的都是满分的 同样的道理 你AP也不是所有客户都上好吧 这些是外在的附加的条件 有些人有些人相亲相到这已经相不住了哈 我不知道大家相亲相的怎么样 大家可以自己拿一个小本本记一下自己的分数 第五点 净身高180公分以上 完了 我们没达到 我才170 172吧 大概是 那驾照呢 写着5.7 因为国外的驾照 它算是那个 不同的计算单位 5.7 这这个是什么 这这个是大学看的 是你的 叫做 其实我给这个电话叫做Cross Riggers 就是你整个上这个课程 到底艰不艰难 这东西没法 这是经验 我没法 我没法逾越自己啊 我爸就170 我妈才16 才16级 我都长了170 我感觉我就 这个是吧 现老天爷了是吧 那你说是不是就是一个能够达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 180 达不到 你看我都没符合 第六点 收入丰厚 年薪税后不低于100万人民币 哇 年薪税后不低于100万人民币 天呀 100人民币和15 16啊 17万美金 这给美国MBA毕业的 在美国本土才能达到叫你100万人民币 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是 Your College Application As In Learn 大学申请的文书 为什么说这个是大学申请的文书呢 你首先你自己的经历 你要没点能力能赚到100万人民币吗 你写文书不是展现你的经历吗 对不对 包括这个重要不重要 重要对于这个女生来说显然很重要 The College Application Asset 大学的申请文书重要不重要 你已在那个过程中 写出来你都干了那些什么 女生说希望这个男生可以有上进心 什么意思 他以后可以挣钱 大学不是问你同样的问题吗 What is your 3 years 5 years 10 years What is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career goal 你的三年五年十年的短期和长期的直上目标 什么意思是不一样的吗 你有没有上进心 你以后能不能挣钱 你最好赚钱了 回来捐我点 一样的呀 我喜欢成熟稳重有实力的 什么意思 现在您有钱 你现在您有钱 什么意思 大学Application Asset里面 问你为什么你觉得你应该被这个大学录取 被我们大学录取 一样道理 你现在的有实力 一样的 所以我哪是什么留学专家 我是个相亲专家 天天带大家就来相亲了 接着看啊 越来越离谱了 第七点 上海内环内有三套以上 这个三套以上 2011年后建成的商品房 或者独栋别墅 上海三环以内是什么概念 我不知道 我对上海没那么了解 是北京的五环内的感觉吗 就是北京的主城区五环内 其实北京真的 五环内也不好说 你想北五环就很发达 您南边就差点是吧 因为北京买房有一个叫 您要北边一套屋 不要南城一套房这种说法 就是而且像我们这种老北京都知道 就是往北边买 就是上山上水 对吧 最早不是有句话吗 叫上风上水 上海淀吗 就都在北边 包括你看中央别墅区在哪 也在北边 对吧 在顺利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啊 但是三三三 呃内环有三套以上 三十年之内的房子 还是新房呢 就是2011年后建成的商品房 或者独栋别墅 我不知道上海别墅多少钱啊 北京的你要中央别墅 第一套别墅 四五千万肯定是有的 哇 这个要求真的很高啊 这这这个 那如果我没 我以我理解的他的意思 上海内环内环内环内 就是如果是北京五环内的话 那三套基本就五千万 再加一套别墅 也得四五千万 这一个亿啊 加你人民币 天呀 咱先咱先不说那些 北京现在一个人只能买一套房 这怎么达成呢 这是 所以我把这个定义成什么 The strength of the class or class rank 你的社会阶层 跟大学你们要的是什么 大学你们要的是 你高中在这个过程中 你在你全班的排名 以及你这个整个这个高中 是否优秀 什么意思 也就是你出生的家庭是否牛逼 你说真的一个人 我这辈子 我觉得我就是努力到死 我也在北京挣不出两套房子的钱了 别说我了 换任何一个美国人 一年十万美金 除去税 咱就不说除去税 咱说一年十万美金挣了兜里 六十万人民币 六十万人民币 在北京买一套房子 比如说咱就说 一千万 均价基本上 海电区的 海电区都不止 估计 一千万 干二十年 还不说交不交税 还不吃不喝 所以这叫什么 你不可逾越的 你的社会阶层 你的班级的排名和你高中的排名 你已经 你出生 你上了哪个高中 就是那个高中 对不对 第八点 有车 市场价不低于一百万人民币 这叫什么 这个其实特别有意思 这个大学申请里面 这大学申请的工作叫做Domestrate Interest 你的兴趣爱好点是怎么样 我一百万 国内车贵 这我知道 但是我一百万 也够 基本上随便挑了吧 我开 我买一辆保时捷 和我买一辆路虎 是一样的生活状态吗 不是 我买一个Maserati 和我买一个Mercedes Benz 是一样 马沙拉底和奔驰 是一样的生活状态吗 不是 我要有一百万 我要是就买一个大众 大众的代步车呢 Volkswagen 在美国 在美国谁会去买好车呀 我不懂 买一辆大皮卡的生活状态 Fore i-150 跟买一辆 跟买一辆 保时捷 Maserati 或者BMW 是一样的生活状态吗 不是 所以这叫什么 你的兴趣爱好点 你对生活的价值观 可以从车上体现出来 在大学的申请过程中 也是同样道理 Domestrate your interest 你的兴趣爱好点是在哪 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 对不对啊 你想想数学相近一回事 第九点 1980年到1982年说的 我天就给了两年的期限 三年期限 我数学不好 三年 这叫什么 这叫No gap year 没有那个中间的空档一年 在申请过程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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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没有那个 中间空档一年 你空档一年 你解释啊 可不可以 说真的 这女生1980年到1982年 我可不可以1983年出生 就这一点没达到 剩的全都达到了 比如说这11下 我就是出生稍微还小一岁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 我虽然这个女生肯定没意见 谁还不想找个年轻点的 但你得解释啊 你为什么没有达到1980年到1982年 你不是大学也是让你申请过程中 你为什么中间空了一年 你得解释啊 是你蠢吗 是你笨吗 还是你发生了什么 你得解释啊 中间为什么产了一年 对不对啊 第十点 会做家务 什么叫会做家务 我在大学书里面叫Axtra Curriculum Activities 什么叫Axtra Curriculum Activities 叫做非本学科内的 非学校主导性的 或者在学校里面学的课程 相关的其他的活动 比如说志愿者 比如说你去救助小猫小狗 比如说你去赡养老人 比如说你去做的一切乱七八糟 比如说你harvest 爱玩游戏 爱登山 品品红酒 怎么装怎么来 对吧 这些Axtra Curriculum Activities 什么意思 什么叫 我会说这个地方 把会做家务归到了Axtra Curriculum Activities 因为挣钱是你的本质 你这个女生 从第一点调到第十点 我就看见了三个字 钱钱钱 因为挣钱才是你的主页 是你的Course Activities 是你所要学习的大学里面的 一个道理是你上好那门课 你拿到一个高的GP 你有那些钱买这些房子 那是你的主页 你的副业你也要做 还是做的优秀 叫做会做家务 Axtra Curriculum Activities 你的副业能是天天去酒吧喝酒吗 当然不行了呀 当然了 如果要这么有实力的一个人 我估计他也没事 我觉得郑传也没事 经传就会溜着去酒吧的 真的 我要是有这个实力 我就不跟大家录视频了 我就溜着溜着天天去酒吧玩了 是不是 但是你看 你不光要挣钱 你还得是个老实人 你还得会做家务 你的客余生活是做家务 这大学申请不是一个道理吗 是不是 第十一点 未婚 未婚这个东西是硬考的 这个在美国里面 其实也是一个硬考在申请大学里面 叫你不能同时提交了其他大学的 Early Decision ED 因为其实我对这个点啊 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家庭并没有意识到严肃性 他老觉得ED他可以 就是take advantage 就是不诚信了 其实说罢了就是 他可以多申请多个大学 但是这是在美国呀 你以为大学之间没有联网 很多大学之间是有联网的 你这个大学你提交了ED 你有更高的几率为录取 你录取了您不去 您不去人家大学通知这个大学 录取你也把你去了 因为你不成心 这就是ED 包括Early Emission Early Emission略微不同 Early Emission感觉中感觉是那种谈过几次恋爱那种的 比如说不能谈超过五次恋爱 但是Early Decision Early Decision就是 是banding的 是你跟学校之间的达成的契约 未婚 就是你不能有之前有黑历史 就这意思 你看是不是这11下这个上海女生 跟大学申请过程中 有什么区别 没有任何区别呀 所以我哪是什么留学专家呀 我是专业带着大家来谈恋爱的 所以我再跟他总结一下 你如果想跟一个白富美和高富帅的大学 谈一场昏昏烈烈的恋爱的话 那么有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点 你的高中的本身的成绩 你别忘了 这是你进去的门槛 你是不是那个身份证310开轴的 你要换北京 你是不是身份证10开轴的 这不代表我的价值观 这是这个女生说了 这是你的门槛 进入大学 类似你的高中成绩 第二点 你的推荐信的能力 你是你认识谁 你是您是谁呀 您谁呀您 谁给您推写的推荐信 您认识谁 您父母是谁 你家庭是什么样家庭 recommendation letter 第三点 Standardized test score SAT和ACT的成绩 什么意思 是你到底是有没有一个 在长期的过程中 接受了一个良好教育 最后还能考虑一个好的成绩 第四点 什么鼻子挺啊 不黑啊 不出头啊 这些的 这叫Y在的附加的优秀点 本科生理工程 AP的课程 IB的课程 包括SAT的各种的subject test SAT的各种学科的课程 有最好 都是加分项 对不对 像我这不出头 玩歌道 对吧 第五点 你的所有上课的不同的成绩 和你这个课本身的难易的成绩 啊 这是Course Riggers 也就是说有些硬性的女生会有硬性的条件 比如说身高1180以上 那有些女生喜欢矮的 说身高不能超过170以上 那每个人都每个人的不同的点 也就是说大家在录取你过程 他会看到他比较重视的一些点 比如数学类的课程 对不对 还有些大学类的卡比 下一点 收入丰厚 年薪非常高 你的application asset 你的申请信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你申请信的能力 你能够说服自己 说服大学 你大家别忘了 这个我下期视频跟大家讲面试 但在相亲在面试中的应用 但这期视频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你跟大学之间最早的一次 唯一的交流的机会 就是你的application asset 是你的申请的文书 你去找个相亲介绍所 你不得先把你个人的自己条件填下来吗 你把你自己的陈述 个人陈述写下来吗 不是一个道理吗 所以你说相亲跟留学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一样的 都只有相互选择的过程 比如几套房 什么别墅什么的 你的社会阶层 你的高中的排名 你的高中本身排名 以及你在你高中里面的排名 什么意思 你的高中本身要牛 要比其他的高中牛 第二 你在一个牛逼的高中里面 你还要是那个牛的人 也就是说你的家庭 要本身在上海 能有这么多套房子和别墅 你的家庭社会接受就很高 然后你还得能够延续这个社会接受 你还能够 维护这件事情 你还是那牛人当中的牛人 cross run 这就是录取看你的点 第八点 有车有什么样的车 不低于一百万人民币 你的domestory interest 你的爱好是什么 你有钱 你把钱花到哪去 车的选择性很多 你买什么车代表什么性格 你平时的课外活动也很多 你爱玩什么兴趣 能转身出来 你是没事过来喝杯红酒 还没上去登山 对不对 domestory interest 第九点 出生年月 not gap year 你不要有中间有空挡期 对不对 第十点 not extra curriculum activities 那个extra curriculum activities 你不光要是个勤奋好绝的人 你还得在 也就是说你不仅要会挣钱 你不仅是多才多艺 你不光要多艺 你还得多才 你还得会单手开法拉利 对不对 你还得没事会做家务 你挣钱的基础情况下可以 请你每天早上六点钟出门去挣钱 六点钟晚上准时到家 然后晚上六点钟到晚上十点钟 请您在家里 做四个小时的家务 听到就很讽刺是吧 相亲标准 这跟大学一样啊 你的课外活动是什么 啊有些人说一上课以后 我就撒鸭子玩去了 不行你不能玩 你参加课外活动 他看你 录起来看你 最后一点 尾魂 就你不能 你申请我们大学 你不能脚踏两只船 去申请了其他大学 跟其他大学签了 这一个道理嘛 好吧 今天花了二十多分钟时间 跟大家聊着聊 我这个相亲专家 跟大家来看看这个 大学申请过程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事 没什么本质区别 本来就是有相互选择的过程 对不对 给大家把这事说开了 大家有些人说 啊这个女生腰气愿太高了 这都啥呢呀 谁能达到这标准啊 我不反对 我真的不反对 有些人说我不反对 有点毁三观 那我就反问大家 每年有多少人能进哈佛 每年有多少人能进沃顿 每年有多少人能进耶鲁 每年有多少人能进斯坦佛 你告诉我 来呀 不许我喷呀 你再把我喷死了 哈佛也不会露你的呀 你把我喷死了 斯坦佛也不会露你呀 你就像把这姑娘喷惨了 咱们把这姑娘喷到天上去 你信不信 人家到了 什么还真正找着呢 大家都想 因为大家都想进哈佛 大家都想进斯坦佛 社会就这么现实 大学录取和相亲 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相互选择 你有实力 你就能踏进这个门去 好吧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 你想得到我个人帮助了 可以给我发表 当然可以通过微信联系到 BGMCH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